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请听哈佛管理学 那么一连三天呢 我已经在这里跟各位倒数了 就是我们的节目呢 即将进入2000万人次的下载 那我们上一次呢 第一个1000万呢 是在去年的4月达成的 那我们开战了一年10个月左右 我们来到了1000万 那在又经过了10个月 上一个1000万到现在 差不多是10个月 我们又增加了将近 要迈入第二个1000万 所以我们要庆祝2000万 所以呢我们的滚动的增加呢 速度是越来越快 因为我们的听众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的第三个1000万呢 我们希望呢 可以8个月以内 或者是更短了 因为我们会有复利效果嘛 滚动增加 那为了庆祝这个新的里程碑 一个欢乐的时刻 一个我们呢 好不容易再突破1000万呢 我们要邀请各位听众来 一起跟我们同欢 一起来跟我们交流跟互动 所以呢 请到我们的说明栏 点击我们的活动办法呢 你就可以看你是要提供 什么样的问题给我们 或者是想要来参与我们的录音呢 录音呢都有这个机会 所以赶快把握 我们下一个1000万 3000万呢 可能还要再等几个月以后 那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呢 前几天有没有听啊 我们这一周主题呢 是避开你的专业陷阱 所以一连好几天呢 已经分享了哈佛上海评论上 不错的文章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进入这个最后一篇 轻松读的分享呢 是避开你的专业陷阱 最好的方法 当然就是持续的学习 你就不会用过去的惯性和绑住嘛 就遇到什么问题 就反射性动作 可是呢 反射性动作都是过去的成功经验 不代表未来会成功 所以你一定要这个持续的学习 新的一些知识 新的一些技能 你才有办法呢 避开我们本周的主题 所避开你的专业陷阱 那么今天呢 我要继续分享一篇文章的 标题是四种方法 提高你的学习能力 我们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说的 嘿 就过来就过来 你是否有这些烦恼呢 教育训练总是成效不张 线上学习平台使用率 开高走低 落播课程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现在这些问题 HBR帮你通通解决 哈佛商业评论 企业学习方案 我们采用数位与实体的混成式训练 集结百年来 全球千位大师的知识精华 打造每天10到15分钟的零碎式学习 以工作者为中心的企业读书会 大大提升同人们的学习效率 赶快点击说明栏连结 交给我们 一起让知识落地 成为企业人才的能力与集战力 今天呢 我要分享这篇文章是四种方法提高你的学习能力 是这篇文章的标题 那么他这篇文章的作者呢 叫莫尼克瓦尔库尔 他是一个高阶主管的教练呢 同时也是器官的讲师 那他这篇文章呢 当然就点出来 就是有一些这个上班组或有一些领导企业的主管呢 当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就停止了学习 那他们都用 他们过去呢习惯多年的一些行为模式啦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认知啊 一些思考的方式 去解决他们眼前面对的问题 那这样的领导人到后来呢 就会绩效越来越差 他们的成长就停滞了 甚至到最后呢 还没有办法安全下庄 可能到最后呢 比如说50多岁被lay off啦 或者是后来他的绩效是很差的啦 或者他带领一个部门 就那个部门就失败了 所以有些人可能到了他职场的晚期 照理说呢 应该是发光发热 最亮的时候呢 下台 却反而呢 是黯然下台 那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持续的学习 然后他们真的完全符合 我们这一周谈的掉入专业的陷阱 过去的成功是他今日失败的原因啦 所以这篇文章呢 也引用了这个Google 负责高阶主管教练的 以及领导力培训的一个总监 叫大卫彼得森 他说他们在Google呢 也是信奉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要为今天做准备 你就待在舒适圈呢 是个好方法 但是你如果要为明日做准备呢 那就待在舒适圈 那就是很糟糕 那么你如果待在舒适圈呢 停止学习 那你的杰出更优秀 也就是停止到今天为止 你如果明天 后天 明年后年 未来呢 持续保有你的绩效 跟保有你的领先的地位 那你就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要持续的学习 所以培养一个学习的敏捷性呢 这边特别提到学习的敏捷性 是对每一个人呢 要在职场上呢 持续的成长呢 都是非常的关键的 那这边呢 就举了一个情境 我想就是他想要让这个读者 可以理解 什么样的人呢 是有学习敏捷性 可以不断的学习 什么样的人呢 又好像就停止了成长 这边就举了两位教授的案例 就是这个作者去参加某某论坛 就碰到一个教授A 这个A呢 事实上他的学术地位很崇高 然后他呢 也有很多徒子徒孙 训练了很多年轻的博士 在专业上也非常的受肯定 那这个A教授呢 已经七十几岁了 可是呢 每个人看到他 都觉得他充满了活力 那么对年轻学者 所谈的任何话题呢 都很想学习 都很想要了解 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那么在团体当中 在一群年轻人当中 他也是非常活跃 那当然年轻人也都很尊敬他嘛 所以他就是 看起来就是一个持续学习 非常活跃 不断保持新知 开放态度的一个教授 这是教授A 那么在这个场合呢 他也观察到 有一个另外一个教授呢 也是蛮有声望的 他是教授B 可他的演讲呢 很boring 他演讲的东西 也是过去 大家都反映说 他好像去年也是讲这个 他好像几年前 也曾经讲过这个 所以他已经很长时间 都没有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跟一些新的研究的方向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教授B 快要过气了 他的过去 虽然他曾经辉煌过 曾经也有一些论文 或一些研究 让他显得很杰出 但是他就永远停留在过去 那个阶段 他没有在持续的成长 他没有在持续的吸收 一些新的观念 跟新的知识 所以很快的这个教授 可能就很快就会 真的被时代所淘汰 所以他就说 其实我们在职场上 在很多场合上 都可以把这个专业的人 拿来比一比 谁持续保有活力 持续在学习 持续在跟着时代演变 这样的人呢 就不会被淘汰 他就不会掉入 他的专业陷阱 不会被经验绑架 常常我们也看到 另外一种人 就像这里提到 教授B呢 他就停留在过去的光环 那就停留在过去 就没有再发展新的未来 所以这是 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在工作职场上 我们可以观察到 一个对比 那这边的文章 就提供了四个方法 标题不是四个方法 可以提高 你的学习能力吗 那这边提到 有四个 可以培养我们 学习敏捷度的 这个方法 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总是要 很勤快的 或者习惯 去寻求别人的回馈意见 就是我们总要 听听看别人的办法 不要自己想的就是 以为我们自己想的 都是最好的 听听看别人的意见 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养成 寻求别人意见 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这边也用了一句 名人的格言 他说 永远有更好的办法 只是我还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常常抱着 这个心态 只是我还不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 我去旁边问一问 去左右邻居问一问 搞不好呢 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 所以第一个养成的习惯 就是你要寻求回馈的意见 那么第二个方法 就是就试试看 做不一样的方法 是不是有用呢 不要害怕 就试试看新的方法 跟新的作为 那么这篇文章 刚刚我不是有特别举例说 他有访问了Google 高阶主管的教练 跟领导力的教练 总监叫大卫彼得森 所以后面呢 就会举一些彼得森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彼得森这个Google 他的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在培养Google里面的领导人 部门的主管 或未来的高阶领导人 所以呢 彼得森呢 也常常在做一些尝试 就是说 他呢 会常常在培养领导人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请他们说 你可以去想想 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不同的事情 采取一些什么不同的做法 你可以实验看看吗 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他也会鼓励Google的主管呢 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作为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 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 可以把我们平常 可能跟工作无关的 在其他领域学到一些专业 或者是知识 联想到 或者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上 这就是联想力 所以第三个 这个持续学习的方法 提高学习能力的方法 就是寻找看似 无关领域的关联性 那这里呢 就以彼得森自己为例 彼得森在Google工作嘛 但是他很喜欢呢 学习如何酿葡萄酒 他把这个学习 这个酿葡萄酒的过程 他这个也可以用到 这个培养这个Google的领导人 培养Google的 这个高阶主管的能力 他这个过程 他觉得是有一点雷同 比如说这个酿酒师啊 他们在提升 他们酿酒的品质呢 是有一个步骤的 比如说他们会去 比较各种不同的葡萄酒 有什么样的特色 他们会去找专家同行来讨论 然后他们会去提升 自己的专业知识啊 他说整个酿酒师啊 在提升他们酿酒的 这个品质 跟提升他们的专业的过程 训练自己的过程呢 其实也可以用来 好像在训练啊 这个企业内的领导人 他们也是要去 比较啊 比较不同的这个领导人 他们有不同的 什么样的特质呢 那不同的特质 适合什么样的领导人 或什么样的职位 去扩展或者是精进呢 然后他们应该要增加 什么样的专业知识 才可以提升 他们的领导能力呢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酿酒的 这个经验 比照 用来这个培养 这个Google领导人 觉得也蛮管用的 所以这里也鼓励说 不管你的专场 其他业余的兴趣跟专场 是什么 你都可以有适当的联想 把你在业余培养出来的能力呢 帮助你在职业上的成长 搞不好都是异曲同工的 所以这里呢 就特别提到说 我们才业余培养的一些兴趣 跟连结呢 如果可以用到工作上呢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第三个重点 那么第四个重点呢 终于讲到第四个了 就是我们一定 这其实在很多的文章 都有特别提到 一定要留一些时间呢 让我们自己可以反思 不要一直学习 学习的同时要停看听 想一下说 我从这个学习 学到了什么 而我学到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实践出来 所以要留一些时间来反思 留一些时间来实践 留一些时间让自己呢 因为透过反思跟实践呢 才有办法呢 脱胎换骨 所以这是第四个 要到反思跟实践的阶段 所以以上呢 这篇文章比较短 就四个方法来提高 我们的学习能力 这篇文章提供的一些见解 我觉得有一些呢 也是老生常谈 就是我们要想想新的作为 勇敢的去尝试 我们要留一些时间给反思 那比较新的观点是说 我们可能把平常跟工作 无关的一些兴趣 或者一些爱好 我们从那里得到一些经验 搞不好可以有连接到 我们的工作上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醒 所以以上的四个方法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我们要跳脱我们的专业陷阱 唯一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成长 那怎么样持续的成长呢 就持续的学习 一定是不变的王道 所以各位听我们的Podcast 也是在学习 有听我们的Podcast 应该比较不会被专业陷阱绑住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